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考虑到科比已经几年没打球了 况且他与他的根界的斗争也还在持续 因此他也不得不慎重考虑回到赛场的可能性 40岁绝对不可能打回巅峰期的状态 这对于争强好胜的科比来说 这种氛围确实是太残忍了 其次 科比如今已经把重心放在了商业方面 以他的性格 没有做出成绩是绝不会放手的 好在科比的投资还是相当不错的 科比投资的饮料已经牵下哈登等实力求欣慰期待盐 已经大串一笔 甚至以科比为原型的动画片都能打奥斯卡大奖 最后 科比职业生涯的荣誉已经足够多了 五个总冠军 一个王朝 一个常规在MVP 两个总决赛MVP 科比已经向人们证明了自己没有奥尼尔也是可以 创出一片天下的 自己就是最有实力的人 所以NBA联盟已经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了 因为他就是科比一个自带光环的男人 本文有体育小课原创 百度搜索体育小课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